我们也可以试着开始尝试说 你可以成为你自己家庭中 但这个家庭不一定是 就是原生家庭什么 也许有同住的重要的亲友 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 小单位组织里面的安全支柱 成为安全支柱听起来蛮赞的 就是可以成为你身边 你觉得重要的人的 这种避难的领头 听起来就东西掉下 会砸我的头 那你要高一点 大家好 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时间过得很快 帮你进行赞 我们这样算起来 大概快一年了 我们大概一个月大概两期左右 现在快十一个月 对快一年的时间 那当然我们其实这一系列 主要也都是根据我们的 积极行动指南 对大家看过了没有 还没看过赶快去买 我们根据这个内容的基础 去跟大家聊了很多民房观念 那我们也邀请了蛮多来宾 比如说仿待室阿展 聊一下台湾的这些防灾室的筹备 那应该是怎么进行 那也邀请了也战部对事关退伍的 Cony来聊这个女性当兵的话题 或者是他自己在军队里面的真实经验 那也曾经邀请刘文老师来谈民房的 社会意义跟心理层面的事情 我们邀了马逊源老师来聊 民房的新观念跟台湾这几年 引进了哪一些民房新措施 所以我们其实邀了蛮多人 对好像其实蛮丰富的 感觉上了一学期的课的感觉 对非常完整 差不多是一个学期的课 对啊还没有交报告 有没有期中期末考 对然后整个课很扎实 对那聊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们好像越来越复杂了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听太多有一点负担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做起呢 也许有些听友就会想要知道说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概念 可以帮助大家掌握民房相关的知识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图表 大家可以知道普通人要怎么做 对啊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 大家如果有时候听到太多 知道太多就觉得太难了 然后干脆 因为既然那么难 我又做不到 就躺平 对干脆这些躺平好的饭都一样 我什么都学不会嘛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提供一个 我们自己关于民房 自己提的一个独家小秘方 哎呦是独家 对只有我们这样想 应该吧应该没有 对等一下看到其他人 会不会是超我们的 好不管 我们提出来的概念有点像是 我们民房其实有所谓 防卫同心圆的概念 那理解这个同心圆的话 你就可以比较好去理解说 哎民房各个阶段啊 我可以怎么样去进行 同心圆讲的是像 飞标的标靶 一圈一圈的那种吗 对就是先射箭再画 先射箭再画吧 先画吧 好不管 就是那个圈一圈 大家看过嘛 就是那个圆心同一个圆 好我们不管 我们不要叫集合的这个处置 总之呢 其实你可以想象 就是有那种一层一层的圈 以民房观点来讲的话 最核心最核心的内圈的话 就是以个人为出发 你个人就是那个同心圆的原心 那其实也不管 你是什么性别啊 你是什么年龄啊 或是你的专业是什么啊 其实你只要是 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那你就是你这一组 同心圆的原心 只要从你自己开始 去学习相关民房的知识 你就可以发挥 一定的影响力 这样听起来蛮务实的啦 对那我想谈到民房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那好像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要由政府带领民众去执行 那为什么我早会觉得 这种全民房 为同心圆的概念 要以个人作为原心呢 就我们像 我们民房关门有什么事嘛 其实一直在强调 这种全民国防的概念 那我觉得这个会 现在谈全民国防 跟以前的有差异 就是说 以前也许是那种 比较威权体制 是有上而下的教理 就是说 你就必须听我的怎么做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 想到这件事情 反而是颠倒过来的概念 因为现代战争的特性 跟以前不一样 并不是就是有 这么明确的前线啊 就是叫军人 在前线抗体就好 现在的这种侵略者 在发动战争的时候 会寻求混合战的策略 就是像我们过去 常常提到 像俄罗斯对乌克兰 或是中国 常常对台湾的方式 它不是只有那种 传统的这种 什么坦克飞弹大炮 这种传统武力 它会透过比如说 网络战啊 舆论战啊 自讯战啊 或是封锁啊 经济战 去瓦解台湾人的 抵抗意志 那这就不是军人的 事情而已嘛 就每个人 就要从自身 对这样的 也是一种战争形态 有概念 因为这个其实 中国要影响台湾 要攻略台湾 最省成本的方法 就是大家都知道 对 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在台湾是嘛 我们必须保障 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 那如果我们的民意 我们如果大多数 台湾人就被中国 这样操弄情况 所影响 被混合战 所改变了他们的 对于这个 民主信心的意志的话 他们放下 比如说 觉得中国侵略 或是被中国统治 也没关系啊 这样的情况的话 中国就很容易 达到侵略的效果 所以这个 我们为了避免 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们在2022年 其实就出了 第一本民防守策 叫做公民行动指南 但是呢 我们去年 2023年底 去年 我们又再次推出了 一本叫做 积极行动指南的 民防守策 那我们在这次的 最后一张总结 其实就提到了 这次我们今天 要讲的主题 就是全民防卫 同性元的概念 我们就是希望 读者能够去认识 去理解说 每一个人 其实都可以在 全民防卫 保卫影响力 而且每一个人 都是重要的 我觉得刚刚 萌萌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啦 就是台湾是民主国家嘛 那所以民主国家 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对抵抗的意志 或者是对这个 社会的想法 都是很重要的 就我们跟 中国的状况不一样 对 或者是像过去的 像刚刚也提到说 这种从上而下的 操作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以前可以讲说 诶我叫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啊现在政府 叫大家这样做 大家可能反而 想往反方向去 对 你就特别不要这样做 就偏不要 对 而且我觉得可以理解 就是民主社会里面 大家当然 各式各样的想法 都应该被包容 被接纳 被容纳进 我们这个讨论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利用这种 防卫同性元的概念 去避免侵略方 利用民主机制 发动侵略 其实确实是蛮重要的 那所以台湾的民防 可能就要从个人做起 才能应对这种混合战 然后当然也是用 我们相信民主体制 去面对这样子的挑战 对 那所以具体来说 我们身为一个普通人 比如说像我 对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觉得个人层面来讲 因为刚从民防 这个同性元的 从最简单 最简单 就是从自己做起 你先不用管家人 从自己做起的话 当然讲最直接的 就是 那你要在一些重大 比如这个灾难的情况下 活下来嘛 所以你可能要 一定程度 良好的体能状态 比如说因为重大的战争 或者灾难的发生 你要自我防卫啊 或是你要长距离移动啊 或是你可能要一段时间 生活在一个 比较不好的状态 那你需要一定的体能 才能够好好保护自己 那当然如果 心有余力 你甚至还可以 扩大你的这个同性元 去帮助你周围的 亲友 或是社区等等 所以希望大家 是能够维持 一定的运动习惯 比如说有些 会不会是要花钱 要去健身房 其实也不一定啦 像比如说 你可以自己去慢跑啊 快走啊 那当然比如说 游泳啊这些 你也可以提升 你的心肺功能体力 或是像你自己 就可以在家里面 是没有不用工具 就可以做的 什么深蹲 放式腹地挺身 等等的 你也可以让你自己 训练自己的肌肉 核心肌群的一些肌耐力 还有自己在家里 也可以做的一些伸展啊 瑜伽 也可以让你的身体 更有柔软度 那你更可以保护自己 在特殊状况 不容易受伤 我觉得运动这一点 现在在台湾 算是一个相对 有利的状况吧 因为网络上 可能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啊 可以得到这样子 对因为刚刚讲的 好像听起来就是 心肺的这个功能 蛮重要的 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你准备好不会有坏处啊 对啦对啦 健康没有坏处 又不是说就是准备好 啊没有站着啊 浪费了 对浪费了 没有那你自己身体 保持在好的状况 也没有什么缺点这样子 对 对如果健健可以兜黑字 也是很棒的 所以保持这个运动习惯 其实不只是身心健康 或者是不只是日常所需 对民方来说 可能也是一个起点 对而且其实除了 当然维持体能很重要 但这个之外呢 你也可以再做一些 体能之外 知识上的这个准备工作 像比如说之前常提到嘛 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你自己住的地方 或是你工作的场所 或是你常去的地方 附近有没有逃生避难点 甚至如果心有余地的话 你可以再准备避难物资 而且一样两份 也许住家一份 然后办公空间一份 当然还有一些急救的技巧 这也是可以学的 因为就刚刚提到的 这种东西你多学 你不会有坏处 不会就是说 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 浪费了 而且除了战争 你各种比如说地震 甚至有一些人为的灾难 比如说也许是发生车祸 或发生火灾什么 你其实可能都在 你学到一些急救技巧 你就在必要的时候 救的你最挚爱的人一命 这样子 还有就是我们这次 积极行动自然 其实我告诉大家的 就是我们教大家认识 很多的可能的战争情境 如果你认识了 基础的战争情境之后 你就会比较不会害怕 而且你知道 有些基础的应对方式 那这些知识 你都是一般人 可以适合入门的一些起点 当然了 我们也很鼓励大家 平常看一看 沃潮的相关的新闻报道 我们有时候也会整理一些 跟国防啊 地缘政治相关的内容 了解一下台湾 到底目前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刚刚 萌萌讲到一部分 就让我想到说 就是这种日常的准备 其实不只是战争啦 在发生各种变化的时候 你都可以快速的应对 比如像我们在录音的 这几天台北 目前的这个空气状况 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的 对 对 就是有一些 我去哪里新北 深坑 深坑 对 发生火灾 然后其实 单烧要污染啊 然后可能有一些人 就比如说需要暂时 离开他住的地方 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 平常有做一些 基本的准备 那可能你移动的时候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对 你可能早就有准备好 一些物资 或是你自己要移动的时候 不管你是步行 或是用其他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可能就准备好 说我如果要离开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 比如说就算是只打包 先暂时去爸妈家 或朋友家住 你只要平常有准备好 这个随时离开 整体来说比较轻松 还要准备好 跟朋友和家人的关系 对 那个部分也是需要的 那这好像就不是 我们这个节目 可以提供给大家 这个还是很重要 我们对 我们要跟大家当好 这样的话 才可以再互相帮忙 好 对 刚刚也还有忘了提到一点 其实就是 如果想要再做 进阶一点的 自我训练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像防灾室的培训 现在其实政府部门 各个地方 也都有很多像这样的课程 大家可以去上去培训 对 我们有一集节目有介绍 大家可以去听 对 还有其实有一些更特别的 像是EMT1 就是那种初级救护技术员的培训 就是你可以真的去学习 如何去 因为像救护车 要急救人的时候 的一些技能会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 讲到这边 你就可以想到说 大家一起开始讲民防 就是说 是不是要拿到拿枪上战场 是不是有点民兵 对 其实真的不是 真的就是 不是只有当兵这个方式 才是民防唯一的 一个solution 我们其实希望是 强化社会任性 所以你有没有当过兵 你是不是一定要 拿枪上战场 其实并不是 唯一的前提 在这种 复合性的这种 战争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或是 每一个社区 零星的人 都有一定比例的人 有这样的一些 自救救人能力的话 其实整个社会 就会有更好的任性 我觉得换个角度想吧 就是重大灾难 发生的时候 只要你可以照顾好自己 不管对谁来说 都是好事嘛 而且你自己 定在心理上 也会觉得 比较安心一点 对 不要踏实 只不会慌得到 也不用做一代第一 都等别人来帮忙 而且就是像我们 前面都一直不断提到的 就发生战争 或是发生一些 重大灾难的时候 政府的资源 可能会需要 去应对一些 更大型 更复杂的事情 对 我觉得自己这个东西 真的蛮特别 就是我们 在研究很多国家的 内容的时候 都会提到就是说 很多国家的政府 其实跟他们的国民 主动的讲说 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 你必须有72小时 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自己撑住 对自己撑住 也必须要 所以你要做好 哪些物资上的准备 技能上的准备等等 对吧 但之前也听过 很难想让台湾的政府 发出这样的一个 被骂爆 也不一定会被骂爆 但是不管如何 你多做这些准备 绝对没有坏事 对 而且就是心有余力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同心源再扩大到 就是第二层第三层 从个人扩大到 比如说是到家庭 到第三层的社区 就像学历刚刚提到 就是照顾自己 非常重要 那如果有更好能力的话 你也可以照顾到其他人 所以如果我们平常 就已经熟悉 这些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的话 我们也可以试着 开始尝试说 你可以成为你自己家庭 但这个家庭 不一定是就是 原生家庭什么 也许有一个同住的 重要的亲友 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 小单位组织里面的 安全支柱 成为安全支柱 听起来蛮赞的 就是可以成为你身边 你觉得重要的人的这种 避难的领头 听起来就东西掉下 会砸到我的头 那你要高一点 没有啦 就是成为这个 带领大家的人 然后心理上面 或者是各方面来说 比较安心 就是在你同住的 一个空间里面 或是也许是办公室 或是一个 大家常聚在一起的 一个空间里面 至少要有一个人 知道OK 现在发生灾难的 发生战争的时候 该怎么办 那其实你每个团体 每一个小组织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人 两个这样的人 其实就可以 至少这群人 OK 他们不会 一发生灾难的时候 就归期 GT panic 对 大家都疯掉 或者是像我们手册 最后的 积极行动指南实体版 手册最后 有附一个小卡 给大家做实作 其实就是 你可以记录下来 你自己在 紧急状况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技能 可以派得上用场 对 比如说 可能有些人是 我乱讲 擅长打童军神之类 小时候童军 可很厉害 真的有这种同学 我童军可以蛮厉害 因为都在上数学 好搞有 对 就你知道有的人 学神节啊 这之类的 很厉害啊 或者是可能会 什么修水管啊 对 或是很会搬东西 对 这其实很重要 对 各种技能啦 就你有一些 这种技能 其实你也可以在我们 这个积极行动指南的 实体手册 后面附的小卡 里面记录下来 那就会变成说 大家彼此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互相帮忙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其实我们当初 有设计像这个东西 也是希望给大家 一个提醒 就是说 你可能如果完全没有 事先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就是 我是不是什么都不会 我是不是什么都 无法做 只能躺平 对 我是不是很无力 我是不是只能 有人来救我 但是我们就希望 你有列出一些点 让你自己鼓励 先去想的时候 你也许就发现 其实我有些事情 是可以提供自己 或者整个组织社会 协助的 或者是 就算没有 你肯定会发现一些 我好像可以去学 或去认识 更多相关的知识 那你也可以拓展 对当你碰到灾难的时候的 任性这样子 对你比你自己想象的 更有用 真的我蛮有正向 有啦 真的啦 我们平常的笨课 都没有这么正向 干嘛这样 我们做这两本手册的方向 整体来说是蛮正向的 而且如果至少读了 卧槽的公民行动指南 跟积极行动指南 这两本 你就已经比旁边的人 更有用了 对对 知道更多资讯 你会先活下 好像你要救你旁边 你自己活下 你要救旁边 对 比如说我们手册 也有附一些小卡 给大家跟亲友约定 这个避难地点啊 或者是带大家一起 做避难地图啊 你看多有用 对 其实真的啊 就是你可以 就有这些知识之后 或者是知道去 怎么哪里 网路上哪里 可以找到这些工具之后 你其实都要跟自己的家人 或亲友 去做一些事前的练习 那这练习 当然有些人 比如说你口头约定 或是用资本的方式 约定说 如果发生灾难的时候 你们要在哪里会合 然后口头这样讲之后 你们可能要practice一次 那你到底 到不了那些地方 尤其是如果你家庭成员 又更多的话 你不是只有你自己嘛 你可能同性扩大 你还有家庭 家里如果有小孩 有老人家 也许小孩 又在不同的地方 老人家又不在不同的地方 或是大家的体能 状况都不一样 没有操作过的话 你不知道 因为你可能真的操作的话 每个人体能状况不一样 到底可不可以真的 移动到 你们想要移动的地方呢 那你可以知道 提前知道一些解决方案 那可以避免掉一些 就是临时发生的 一些坏的结果 而且有人提供正确的资讯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越乱的时候 就越容易有谣言 跟不实的讯息流传 或者是有时候 他可能主观上不是故意 但是就瞎讲一些 不是很确定的事情 对对 就很多长辈的这些 不要讲长辈 很多人都会在 很多人类的 对对对 在一种不同的群组里面 传一些就是 什么健康新知 什么跟什么不能一起吃 这样子 对或者是用蛋夫拿 哪里之类的 就平常就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在灾难 或战争的时候 一定更多这种 主观上不是故意 但实际上 可能会有点可怕的事情 对所以灾难发生的时候 其实每个家庭 都需要有这个冷静 可以帮大家 解决状况的人 确认环境寝 做出避难的选择 这个就是 每个在听的大家 现在可以做的事 哇是不是又很正常 就问大家都看 那种灾难片嘛 不管是什么 世界末日 或者什么僵尸片 就是要有那个主角 帮大家都吻下来 这样就可以让这群人 火下来 对你就知道说 这群人看起来就火下来 然后很慌乱 然后去乱跑 你就知道 这个一看电视的时候 就会想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蠢 他这样跑一定死 对所以你就不要 死为那个人 不要当那个 一看就知道 会立刻死的人 对 所以有这个 提供资讯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家里有人 了解这个避难的地方 地点 然后了解这个流程 当然我们就会有 更多一份保障 对刚刚提到 从个人 就同性缘的核心 个人做好 学习相关的知识 然后做好物资的准备 然后到家庭成员 就有约定好一些 我们该怎么去 约定计划 说避难的时候 该怎么做 等到这些都做好 就可以再扩大 整个同性缘的概念 到你自己所在的社区里面 精彩完蛋 又更激烫了 是发挥博爱精神 怎么要选 选那个管委会委员吗 什么人积几击 人腻击腻 之类的吗 是要多多帮助邻居之类的吗 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 稍微提到那个概念 就是说 比如说刚刚有提到 因为比如新北 什么深坑那边 有那个火灾 所以开始就是 什么空气很糟 你可能就是需要去 亲友家 或什么去赞助 其实我觉得 这样的概念 就是你必须要认识 你的社区 或者跟你周遭的 亲友更多 这个connection 大家如果在自己的社区 你自己住的地方 最了解的话 其实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灾难 这个灾难不仅指的是战争 但战争一样 是很重要的一个 复活性灾难 最了解你住在来区的话 你可以用组成 这样的一个组织 来去参与社区的防卫 或社区的救灾工作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很现实的考量 就是说 因为台湾的都市化 程度很高 那你听众 也比较多次在都会去 其实你住在那些公寓 或是那种集合式住宅的时候 你如果只有 你家中住了什么 两个人 三个四个人 你其实在 真的碰到灾难的时候 你很难自己 有足够的分工 或是资源 然后真的活下来 所以你认识你的邻居 然后你去跟他们 平常就有一些互动 然后组织起来 去想说 如果发生灾难的时候 该怎么做 其实会让整个 有更好的应对能力 就毕竟我们跟 我们看的那种 好莱坞美国灾难片的情况 不一样 因为他们那里面 都会演一个家庭 一个房子 然后就开了一台车 然后大家就往某个地方跑 但在台湾就不会行 然后每个人都有家 对 对 就是台湾的状况 跟这种电影里面的 是很不一样的啦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 想也很单纯啦 就是比如说 像台湾刚刚讲的那种 组合式住宅的概念嘛 如果这样 比如说发生火灾了 你不会说 我隔壁的烧 要烧完就没事 没有还会烧过来 对不对 或者说你可能会 社区会缺乏物资缺乏水源 你想想看 如果整个社区 大家都缺物资缺水 你那边说 幸好 只有我家有准备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恐怖片 灾难电影就知道 所以如果只有 你有这些资源 那其他人没有的话 那一样可能会造成一些灾难 可能会 做大逃杀啦 对 Hunger Game 所以其实去扩大 像这样子 更多人有做好准备的情况 不是说真的 我就是很公益性 就是这个互作 就是很善良 要去告诉大家 其实这回过头来 还是会帮助到自己 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是 非常务实的啦 并不是在讲一个 很抽象 或者很大爱的 这种宗教性的概念 并不是 我觉得我们提供的 这个想法 或者是同性愿的概念 其实是很务实的 其实是很自私的 你要活起来 你就是要 让你的初边凝聚 一定要知道说 你要先做好 一定什么样的准备 大家都要可靠一点 对对对 因为刚刚讲到说 准备啦 或者是救灾啦 或者这种社区 之类的工作 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让这种 警销啦 或者是什么社区防卫队 之类的人来处理 他们才有相关专业 是这样吗 当然他们警销 一定是在对相关 比如资安维护啊 或是救灾啊 一定是比一般人 能够更有专业 但是真的碰到 警戒状况的时候 不管是救灾 或是治安的维持 我们不能够期待说 当复合性灾难 尤其是战争发生的时候 他们可以很快的到现场 因为他们可能有 更紧急的事情要做 就像 或者是他先被炸了 对啊 战争真的实际上就是 有可能就整个 比如说政府的运作 原本是百分之百 你如果发生战争 他可能只剩百分之六十的资源在跑 他同时又会出现 平常多三倍 多五倍的灾难发生 他很难cover到你 警销人员可能没办法 负担如此大量的这个需求 你如果有需要 先自己们做好准备 你可以在第一时间 就把减灾灭灾 就是把可能会扩大的灾难 给减少 而且其实就算在一般的 成平时期 没有发生灾难或战争的时候 其实各地方政府 也会有易警啊 易销或是民防这样的队伍 然后当作一些 执行的时候的资源人力 为了要应对你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会有非常大量的能力需求 我们其实现在有 已经有一个法律 叫做民防法 我们之前几期有听过 其实真的地方政府 会有所谓的民防团队 要去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 教大家如何避难疏散啊 物资的发放啊 要如何安置灾民啊 维护秩序 当然啦 我觉得比如说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知道 自己所在区域的 这些民防大队啊 在做些什么 你说我们其实应该要成为 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团吗 名字听起来很酷炫的 是不是是不是 都刚刚忘记了 什么什么 特种防 特种防护团之类的 对之类的 对 那那个是 有些是在公司里面 就是如果你是特殊的 比如说你是 管理基础设施 或是你的公司 有多少人数以上 或是你有什么 背景条件的话 你就要组成 用特种防护 那是公司为单位 其实也有 以警局为单位的 民防大队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就可以 试着去参加看看 我们之前有同事 去报名参加 你只要去跟警察局 就是去问他 我可不可以参加 其实他们现在 有在招人 平常他们可能会觉得 他们也不知道在干嘛 但是其实根据法规 刚刚提到的 如果发生战事的时候 协助物资的发放啊 避难啊等等的 这些都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那这些人力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是你住的地方 你会更熟悉 这些道路在哪里 哪些空间在哪里 你可以帮助到 你自己的家人 还有你的整个社区 而且如果大家 现在去报名的话 根据我们听友的年纪 应该都会是团队里面 最年轻的 想要感受自己 是年轻人的感觉 就去这个 对 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 互相影响 比如说你可能会想象说 诶那个是不是都是 老人家在参加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 因为你没去 因为你不去参加 然后对都是 长辈们在参加 所以我们就试着 当那个去改变的人嘛 你去加入之后 其实也不一定有坏处啊 见识我们这个有同事 有去参加的经验 就是有些常会 而且去现场 可以永远觉得 自己是最年轻的 感觉很好 心情上至少有些帮助 对啊 心情上feel so good 对而且认识一些长辈 对在社区这个 什么买东西有打折 也是一个好处 通常这些 这个参与的团队的人 也通常都会是 一些地方的小老板啦 所以可能真的就是 你家附近的 某一些你常去的店的老板喔 对 认识没有坏处 那是没有坏处 打折这样 对 而且就是跟附近的邻居 做一些了解啊 或者是交流等等的啦 对 像你下次你家里什么 热水系坏掉 你就可以去 隔壁家西藏 真的 或者热水系坏掉 比较快可以叫到水店 这很有可能喔 非常的务实 或摩执坏掉 那个民房大队的人 搞不好就是 机车行的老板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他们比较会 参与这类的活动 没错 对所以我们还是很强调 我们真的是 非常务实的建议 不是叫大家做一些 这个兼爱非公的事情 绝对不是 兼爱非公 太难了 太古老了是不是 哪几个字 对算了 没关系跳过 好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 这个防卫同心员的概念是 原先是个人 第二圈是家庭 第三圈是社区 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听友 就会好奇说 那战争最后 还是要对抗侵略者 那需要 大家可能去从军抗敌 那难道讲防卫同心员 是不鼓励大家上战场吗 应该不是吧 我觉得其实我们 就是要强调 所谓国家这件事情 本身还是有它的多样性的 去加入军队 抵抗侵略者 OK 这是一个 很好爱国的行为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上战场 会有比较高的风险 我们不会说 不苦礼你去参加 但是如果你要去参加的话 你要去从军的话 你要了解这样的一个 可能的风险在 台湾有这个兵役制度 尤其像是兵役 又延长一年 有相当多的男性 其实是付过义务役的 然后如果战争真的来临 那政府又发布 动员要让大家 从这个一般的民间人士 然后转换成军人 其实大家一定会有很多 无法适应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其实 想要在用民间角度出发的话 就是想跟大家讲说 不一定就一定要去用 从军的方式 去守卫 我们的民族自由的生活方式 就算你不这么做 也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先帮自己做好准备 帮自己的家庭和社区 做好准备 如果你自己在心理上 知识上 体能上 没有做好这些准备的话 不用讲说去 最前线的去 从军抗敌好了 可能在碰到了战争 身为民间人士的身份 就无法hold住了 何况去当兵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同学人的概念在讲 就是说 可以从小的地方先做起 不一定要一次做到 就是我就要成为蓝坡 我就要成为 一个打100 我要打10个 这样那么强的 顶尖战士 可以从 我身为民间人士 我可以做什么 如果发现我做的东西很多 而且我很有心得 我觉得我做得很棒 可以考虑说 那或许从军 也是一个选项 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并不是就0.1 是一个光谱式的 而且我觉得 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可能过去都会 一直想象说 当兵啊 民防啊 或者是国家安全啊 都是军队跟军人的事情 那你只要没当过兵 就不要讨论这一题 那我们其实也是想要 破除这样子的观念 或这样子的想法啦 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有 各式各样的参与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对 其实我们就要避免 有没有当兵的二分法嘛 不然就是讨论这一题 你说你几踢的 一踢退三步 然后就站起来 你当几年 我当什么 当十个月 当一年 当两年 当三年 变成说 大家光是在这个题目上 就吵得没完没了 其实就有一半的台湾人 在打哈欠 想说好了 讲完了没有 到底要聊当兵几年 烦死了这样子 对对 有兴趣可以回去听 Cony吗 Cony那一集 对 人家是真的当过好几年兵的 对 那他还是会被 一些奇怪的人说教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提到 就是说 不一定就是 哇 好 你竟然想那么想要返回台湾 啊你去当兵啊 OK 我们就是要破除这样的概念 就是 我们没有阻止大家 去做这件事情 平常就从自习开始做起 从个人 同性缘的原心 你学习你做一些体能训练啊 你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啊 再来到第二层 你让亲友 让同住的重要的亲朋友 也能够有相关的知识 让你们做好一些计划 做好一些防灾的准备 再来你可以扩大 还不到当兵 可以加入社区的 民防团队的组织 强化社区的韧性 让你的整个社区 也会更安全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超强 你都准备好 其实非常有心得 你也要去前线 在你适合的情况下 那你要去从军 那就更好 所以就是整个 同性的逐步扩大的方式 不管是到哪个程度 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做好准备 一样是成功的 就是保卫国家 然后增强社会任性 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 有非常多多元的样态啦 比如说刚刚前面讲到说 这种后备军人啊 可能在战争极端的时候 会被要求去 等于被征召嘛 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心理上 或者是 觉得人质常情啦 你突然要被 要求去做这件事情 应该心理上 或者是家庭啊 或者是各方面来说 都可能会有 很多心理上面的挣扎 或者是不安 需要去处理 那我其实觉得 我们今天讲了一个 蛮重要的部分啦 就是不是要去当兵 或者是不是一定要 做到某一种 你知道Top Gun啊 蓝坡啊 台湾人都看了非常多 战争跟这种 极端的男性男子气概的 好莱坞电影 对不一定是那个样子 就其实是有很多 多元的形态的 比如说刚刚前面讲到说 基本的这种 心肺能力的准备啦 等等的 其实是很好的 那我觉得我只好 一直在强调的事情 就是 不是只有当过某一些兵的男人 才可以谈 或者是说 就是明明 他其实也没当什么兵之心 他是男的 好像讲这个话题的话语权就比较大 就是讲了一副 他是主动去当 没有你也是一无一被叫进去 你不要在那里讲的 好像你了不起 或者是有人就当替代艺嘛 就少在那边骗人 就是明明我们大概也都知道 过去其实不太有 做这样子的准备 但现在只要任何人愿意说 我觉得不管是在家庭的这种 刚刚前面讲到的 紧急避难报的准备啦 路线的规划啦 跟家人朋友之间的沟通联系啦 甚至是 刚某某讲到的这种 心肺的训练 其实都是很好 对 像我之前有提到说 你们这边是不是要讲一下 那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准备 那我也老实讲 像我自己 其实现在我们 也不是为了这个题目啦 我自己有看说 每个礼拜 其实都要做一些 请人的训练 然后进去去做瑜伽 去做中训 那毕竹真的说 有做其实跟没有做 真的还是有差很多啦 各位听众我们 虽然年纪整假 真的要维持运动的习惯 不然这个 健健的成绩 那会越来越难看 肌肉跟数学不一样 是可以练习的 数学有时候练一练 也没有太多用 最近很热门的话题 你就写实际 刷题刷到不行 这样子最后也 数学并没有特别好 但肌肉这个 你好好的去练习 或至少心肺啦 心肺就是一个 很基本 大家相对容易练习 不像什么数学 不会就是不会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但肌肉就是 稍微有这个训练的空间 对 所以像你看培养 这些冥房的知识和技能 不会像数学 因为数学不会就不会 但是冥房的东西会累积 会累积在你身上 让你看得到 而且就是确实在这个 一些变化的时候 就有帮助 像刚刚讲 我们尽量提一些 比较生活化的事情 因为譬如说可能 谈战争啊 谈重大灾难 大家会觉得比较遥远 但像最近这个空物的事情 就可以很快的感觉到说 日常生活中 这些图法状况 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谁会想到 坐在温山区的人 突然就 这个空气变得状况很糟 那你可能需要移动 这样子 对 他或是在之前的 那个大职的时候 不是有个房子 对啊 对对对 谁坐在家里房子 会吓死 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 不只是防卫战争的可能 所以各种可能 天灾荣祸的发生的时候 可能在必要的时候 或者你没想到的时候 就有你自己 或亲爱的家人一命 所以我们 今天在节目讲的 这个防卫同心园 其实就是一个 民房自我赔地的过程 从个人啊 家庭 社区 到国家社会 其实是帮大家整理好 每一层可以做的事情 那大家就可以参考 我们资讯栏里面的文章 看看过草 推出的资讯图表 再讲防卫同心园的概念 其实我们之前 也有一些文章讨论到 即使像乌克兰 是真的发生战争的例子 并不是每个人 都要通过当兵的方式 去抵抗 像这个 有很多人也是用 各种民间抵抗的方式 也许你是骇客 也许你是 就是在社群上的 KLA网红 什么操作无人机 你有一些特殊的技能 一样可以 透过不是从军的方式 就协助国家改变战局 当兵很好 但不一定是只有当兵 才能够协助国家 防卫敌人的侵犯 哇 想一想这一集 已经是民防关我什么事的 第22集了 哇 最后一集了 对 那其实也想要提供 从各种专业的角度 但是也希望能够 从一般人 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理解说 原来关于民防 我们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 当然好 如果有人是从 最后一集开始听的 会有这样的人吗 或是从中间 从中间开始听的话 其实也很欢迎大家 从最前面开始听起 其实自己退一下 就是其实会 每一集应该都会得到 不同的收获 或者是因为刘文老师 而听了刘文老师 那两集的人 也可以听一下 Cony的同级商品 什么意思 讨论的内容 比较接近 你干嘛自己兴趣呢 对或者是 听了马世元老师的 也可以听一下 树子云老师 可能是 都是顾问的 听了阿展 防战士阿展的 也可以听他的另外一集 真是险咯 对 好 那我们其实邀了蛮多 各式各样的专家啦 所以大家如果只是 比如说中间听了某几集的话 大家可以回头再去听一听别的 应该都会有蛮多有趣的内容 这样子 不知道做到现在宽宜一年 不知道大家听了我们 这个系列的民防 过什么事之后 有什么感想 对啊 大家留言好像没有很永远 对啊 大家其实如果有任何反应的话 其实可以跟我们回馈在 应该什么 是哪一个平台可以留 Apple Podcast 对啊 对对 在那边留言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天 对 那也 或者直接写email来可以啦 我们其实有收到 听友的email 对对对对 我有认真回答 对对 有写email说 对对 好像在国外 对 那国外有听的 然后有提供了我们一些 很棒的资讯 有专给相关的同事 这样子 对对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 评论欄不好留 或者是有点害羞 也可以直接写email给我们喔 那可以自己取 那个逆程吗 怎么样 大家不能害羞吗 奇怪 因为我刚想到 自己可以留这样子 好你自己去刷一排 这样子 对 那总之其实我们也在想说 诶那我们自己是烦恼啦 就是说 运行民房这个议题 已经够抽象了 那如何要在 没有画面 只能用声音内容的情况之下 让大家更好去理解 这个这么难的议题 这么尖色的议题 也不是很多人谈 所以我们也是花了蛮多的心思 去思考 去编排我们的脚本啊 或者我们讨论内容的方式 还有找个专家 希望就是 大家有不错的体验 但觉得就是说 诶如果你还想要听 诶你们怎么没有讲到 什么什么东西啊 你们怎么没有讲到 怎么做这个 看上什么什么 什么土制气游弹啊 OK土制气游弹 我们是不会教你们的 OK 而且没有画面 我不能来教 好危险喔 有画面也不能教 有画面也不能教 对 对或是想要听 什么样的主题啊 或是想要找谁 觉得好像应该 要谁来一起分享 也欢迎来建议给我们 对那我们也会思考说 诶那我们接下来一季 下一期或这一大建议 要不要继续 开启更多相关的题目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来 在家讨论 更多公共议题 那也许是民房 也许是其他的题目 对 欢迎大家都给我们建议 好 那我们这一季就到这里了 不是啦 雪莉你怎么都那么没有那个 怎么样 无血无泪 无血无泪是不是 对你的感情呢 你的心得呢 你的干苦残呢 好累喔 终于要结束了 对 从从听萌萌讲话 他就想说这个好细喔 他就太难了 听众会不会拉过去这一段 先放空 没关系我们的这个 这个负责剪辑的同仁 就是 很辛苦 没有办法剪掉 对对对 就这个东西我听就好了 我辛苦就好了 不要把这个东西 留给这个其他人 大家如果觉得 某一段很长 就会发现剪辑的同仁 已经很辛苦 修掉很多东西 对你以为 对你以为原本 其实我们录音的过程 都一起大概两个小时 但剪出来就四十分钟 我就在中间先睡一着 这样子 对对 好啦 那还是这个 既然都被萌萌cue了 还是讲一下我干苦谈 我觉得目前为止 还蛮有趣的事情 是有蛮多新的资讯吧 或者是新的知识 这样子 那我知道 不管是对听友 或对我自己来说啦 人并不是每一个 萌萌讲的那么多细节 都大家真的关心 或真的可以都follow 但我其实觉得无所谓啊 任何资讯 或者是接收任何事情 就是有时候 松松的听过去 你catch到几个点 就挺好的 那对我自己来说 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 就是其实 有时候听一听 我想也可能会有人 觉得说 啊 原来就是有点点头 原来我发现 我可以在 民房子里上 可以这样参与 可以这样参与 对 所以你每一集 到二十二集都听 你迟早会听到 你喜欢的那一集 而且每一集都听 这样就会流量 或者是用放松的方式听啦 我其实觉得 蛮强调一点 就是说 不用觉得 好像这么严肃 或者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不用是一定要当兵 才可以参与这个话题 或是我们最近推 新的影片 就会有人说 要训练体能 那你去当兵啊 我就觉得 好古老的议题 我们赶快去听民房 跟我什么事 我们已经讲了 很多集这些话题 对齁 我们应该留言给他 对啊 应该留言给他 就说你去听这个 对 或是说如果你要抱怨 请在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 我们欢迎你们 来参与我们讨论 这样子 对 就我们就是一直 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有 自己的参与方法 然后也没有一定说 每一个人都要用 某一种特定的形态 才可以参与 松松的关心 或者是偶尔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我觉得都很好了 对 每个人都可以在 自己的守备位置 用自己的方式 去守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对 松松的防守也是 也是守啊 总比没有好 Chill的守 对 Chill的就 原来是这样 也很OK 至少我们知道 大家是对这个 土地的生活方式 我们是有同样的信念的 对没错 这样可以吧 可以 不要说没血没累 我也是有谢谢心得 好啦 那我们感谢大家的 这一季的收听 民方共和什么事 感谢大家这一年的陪伴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跟我们听友们 在线上相会咯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卧槽民方共和什么事 是一个讨厌民方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方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方议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 卧槽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的Podcast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